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 发出了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措辞最强烈的批评 到国会发表演说在双方平添了一种党派之中 这不仅是不幸的 而且也有害于双方关系的根本 行政当局所反对的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内 一些奥巴马总统的反对者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发出邀请 而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不会会晤奥巴马总统 白宫官员亲戚四支持赖斯的讲话 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应当超乎国内政治 美国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是确保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不会被降低成为政党之间的关系 赖斯的讲话是奥巴马当局所显示的最清晰的不满信号 白宫也表示对一些人所说的美国行政当局和以色列 有史以来的最糟糕的关系状况感到不满 奥巴马总统愿意跟伊朗进行谈判是双方关系不合的一个原因 但几年来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个人关系不好是显而易见的 美与关系总起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破裂的 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援 其中包括为铁琼导弹防御体系提供资助 以拦截来自加沙的火箭 国务院前官员米勒表示 眼下美与关系是由一系列原因促成的 眼下人们看到的是一出持续的戏剧 发生在内塔尼亚胡和奥巴马之间 美国和伊朗谈判面临决定性的时刻 以色列和美国方面都高度敏感 共和党人现在又控制了国会 这是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的少次 而且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 奥巴马总统在过去有时候 会在亲以色列的大游说团体IPEC 举行年度会议的时候去发表演说 但今年他将派遣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 和苏珊·赖维前往 美国之音记者雷路斯白宫报道